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吉甲 我们的使命就是圣灵更生,活出圣经,合一荣神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今节要承接昨天,我们看到的是所罗门自分的第十五章 在最尾这里就这样说 旷野女的蛇,第十八节 他们还是敬拜那些最为可真的兽 跟其他相比真是愚蠢到极 兽的相貌还要一点都不漂亮 反而他们还要令人渴求 所以是错失了神的赞许和赐福 所以今节我们要讲的内容 其实就是去到第十六章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范围 我们在看Bible.com 这个版本就是1889年的版本 百多年前 我们已经看到了 所罗门自分第十六到第十七章 我们从第一节继续下去 既然在拜那个恐怖的偶像 我们就逐样逐样说 第一节 所以那些人 那些不敬虔的人 就同样的兽 因着同样的兽 受到懲罰 就被很多动物来的伤害 那其实是应该的 好了,首先就是暗春 就是第二 到第四节 好了,第二节 你善待自己的子民 代替懲罰 以奇异的美味 满足食欲 预备奴 作为食物 以至那些人 需要食物的时候 看到所显离的 丑恶的动物 连根本的食欲都没有了 而唯有百姓 虽然有阵时饥饿 但必得到分享奇异的美味 因为必有无可避免的贫乏 临到那些暴虐的人 唯有这些百姓得到指示 而他们的仇敌 就是受到何等的折磨 所以这里讲的 其实就是在埃及的埃及人 和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做一个对比 这里就讲到毒蛇和蝗虫 所以前面那一节 在所罗门自分最后 讲到最可怕的 那样东西就是 旷野女的蛇 其实就是埃及信的蛇神 因为他们最相信蛇 是带来医治的 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我们再继续看回这个范围 第五节开始 因为当可怕 憤怒的猛兽 临到他们 他们就被那些愚动的蛇咬死 直到你的列路不再持续到底 他们片时惊恐 接受警戒 并有得救的记号 好纪念你律法的戒命 回转的人就可以得救了 不是因为所仰望的东西 它是恩着你 万人的救主 借着这件事 你令到我们的仇敌承认 是你拯救 脱离一切的凶恶 至于他们 就被蝗虫 烏鹰咬死 找不到医治 来保他们的命 他们就受到这样的 惩罚是应该的 首先说过 因为蛇 蟲 龙 蒼蝇 其实是在对照他们的神 好了 第十节就更加重要了 但是你的儿女 不为毒蛇的牙所生 这条龙 是因为你的怜悯 前来帮助和医好他们 所以不是蛇医好了你 是神医好了你 他们被这样咬 要纪念你的话 并且重促得到拯救 免得他们深陷失益当中 一直忽略你的善行 主啊 你医治了他们 不是用草药和高药 而是用你的话 医好了一切的疾病 因为你掌管生死的权柄 令人下到阴间的门 也都将人带上来 人因着自己的邪恶 而谋杀 也都不能够令到 这个离开的灵再回来 或者将被囚的灵魂 释放出来 下一段就是 玛拿与冰箔 第十五节 原来你的手 是没有人能够躲避的 因为不敬虔的人 拒绝认识你 所以就被你的 磅秘的大力所鞭打 被奇异的大雨 冰箔 暴风 醉壁 又被火焚烧 是不能逃脱的 而最惊奇的就是 是水虽然能够熄灭一切的 但火竟然更加猛烈 因为世界都为二人而战 有些时候 火焰都会缓和下来 不至于消灭那些被猜遣 对付不敬虔的人的那些猛兽 很令到他们看到 就是知道 神追击 是为了要施行审判 有些时候 燃烧是在水里面 是比火更加猛烈的 足以灭尽 不易之地的出产 以色列 德玛拿 第二十节 相反 你将天使的食物 为了给你的百姓 从天而降 准备了好的饼 给他们 不用牢碌就吃到 这个饼 美味十足 適合所有人的口味 你所供给的 表明了 你对待你的儿女 是多么甜美 是按照着 每一个人的嗜好 来供应他所需的 味道 也随着 每个人所愿意的 所愿望的 来变化 冰雪与火相遇 也不融化 这样他们就知道 仇敌的收获 果实 并且曾经在冰箱当中 焚烧的火里面所焚围 在雨里面当中闪力 这个火 而这个火 是为了令到二人得到喂养 也都 忘记了自己的能力 是因为造化之功 神的造化之功 都侍奉你 这位创造主 并要揭力施行懲罚 对付那些不宜之人 但却要温和 来善待那些渴求你的人 所以 这个火 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形式 按照着那些祈求的人的愿望 为你养育万物的恩赐的服役 主啊 你所爱的儿女 必然学会 养育的人 不是那些生出果实 而是你的话语 保守了那些信靠你的人 因为这个火 不能够消毁的 就被温和的阳光 漸漸融化 这样人就知道 日出之前 就应该感谢你 黎明的时候 就当来朝见你 因为亡因的人 他的希望 终必于冬日 艳霜融化一般 就好像没用的水流去一样 好了 接着呢 回到第十六 第十七章 好了 仍然在说 去到旷野的时候 这个就是 火柱和黑暗 第一节 你的审判何其伟大 难以去说出来的 述说 所以 未受教会的人 是好而误入歧途的 当那些不法之人 想压制神圣的国度的时候 他反而被指 是自己 反而被黑暗 所去酬劳了他 长夜里面 带着脚鸟 混在密室里面 被促离了永恒的保护 他们以为 这个秘密犯罪 不会被察觉的 有幽暗的帐幕遮蔽令人忘记 但他们却是被驱散 惊恐惊惊 惊恐惊惊 是令到他们饱受惊慌 连遮蔽他们的 这些密室 也不能够保护他们 免受惊客 四周围 有些回响的声音 在扰乱他们 仇苦鬼的样子 必然显露出来 火柱一些活力 足以发光 星神的灿烂的光芒 都是这样 是不足以照耀 那个可怕的黑夜 第六支 唯一向他们照耀的 其实是一个自动燃烧的 那个可怕的烈烈红火 他们非常之惊 因为所看到的 比他们所没看见的景象 更加可怕 邪述 妖化都无效了 所夸耀的智慧 都是受着这个无情的责备 因为那些应许为病患的 这些病了的灵魂 驱除惊恐 和烦扰的人 他们自己 却因作这个巨怕而生病 实为可笑 因为虽然他们不怕什么烦扰的事 但就被野兽的经过 毒蛇的叫声所惊吓 就战斗而死亡 甚至拒绝观看那些不可避免的空气 邪恶 是因着自己 见证了自己的胆怯 懦弱 而被定罪 他们受良心的吹逼 常常向难处来想 因为 惧怕不是别的东西 而是放弃了来自理性 来自悟性的帮助 内里的期望 越觉得微弱 越觉得愚蠢 不知从何而来痛苦的原因 第十三节 那些人 来自无能为力的夜间 从无能为力的阴间和死亡的暗角当中出来 却仍然照常睡觉 他们一时间就受着怪异的幻象所吹逼 一时又灵魂出竅而瘫痪 因为有意料之外的恐惧突然临到他们那里 于是就是这样 谁在那里跌倒 被严谨看守 混在一个没有铁山的监龙里面 第十六节 因为无论是哪个也好 是农夫也好 牧羊人也好 或者在矿野里面做些辛苦工的 都是出于身不由己 难以避免有苦命 因为他们全部都被这个黑暗的锁链捆绑住 或者是一些枯笑的风声 或者是茂密的 树枝上面穿着来唱歌 或者是急流的水所发出来的节拍 或者是盆石崩裂一声那种可怕的声音 或者是看不见的跳跃动物的崩跑 或者是最凶猛敲叫的野兽的声音 还是山谷里面的回响 这些都令到他们非常惊恐而瘫痪 最后第十九二十节 因为全世界都是被光明照耀 人从事的工作就毫无难了 唯有对着那些沉重的黑夜延长 是将要收纳他们的黑暗的形象 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比黑暗更为沉重 十六十七节 今节就先说到这里了 留下第十八十九节 就是下一节我们会继续读下去的 所以我们今节就先说到这里了 我们是圣经一甲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discord讨论区 邀请你分享赞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facebook专页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一甲 我们的使命就是圣灵更生 活出圣经合一荣神 好了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